又到了山海气象的时间了 明天即将迎接新的一年 许多朋友一定会外出跨年 那么天气状况会是如何 要来请教一下气象主播阿帕斯 阿帕斯请说 是的 怎么办 能一幕各位观众晚安 我是阿帕斯 今天各地气温逐渐的回升 我们终于是告别了这个湿冷的天气 明天就是跨年夜了 2016年也已经来到了尾声 观众朋友有没有打算 要去跟最后一道夕阳说再见呢 我们特别为大家整理了 2016年最后一天各地日落的时刻 我们可以看到 明天下午5点17分 夕阳会率先从新北市的淡水落下 而日落的时间 越往南部走就会越晚 在台湾的本岛 平地地区 夕阳最后是会在5点25分左右 从台南的安平 高雄西子湾 还有屏东的观山来隐没 当然了 越往高处走 日落的时间就越晚 在我们的玉山主峰 太阳会在下午5点31分左右落下 而全国最晚的日落 就是在下午6点12分 夕阳会从我们的太平岛来隐没 明天不只是跨年夜 北南族的年纪劣迹也正在盛大的进行 天气状况怎么样呢 先带你从卫星云图上来看 从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片没有云的地方 就是冷高雅所在的位置 目前这个冷高雅其实是在缓慢的东移出海 今天台湾附近虽然说云量还是偏多 但是水气已经明显地减少了 虽然说在宜兰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不过范围是明显地比昨天缩小了 雨量也不多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元旦 各地的天气会越来越稳定 西半部地区都会是多云道勤的好天气 而在东半部地区受到地形还有风向的影响 在我们的宜兰跟花莲 会有一些比较局部的短暂雨 而在台东虽然说云量也是偏多 但是降雨几率不太高 所以要参加被南族祭典的观众朋友 不用太担心 倒是如果你有准备要去东部 迎接2017年的第一道曙光 那可能就真的要碰碰运气了 元旦连续假期 各地的天气状况逐渐地在稳定 而气温是不是也会再回升呢 再带你从地面天气涂上来看 今天虽然大陆冷气团持续地在减弱 但是在高海拔的山区都还是有寒意 平地地区清晨的温度也都偏低 到了白天这个气温才开始慢慢地在回升 从地面天气图上可以看到 到了明天北方的冷高压出海 强度还会再减弱 台湾附近会转为吹 较为温暖的偏东风 所以各地的气温都会比今天 更能明显地感受到回升 在我们的西半部地区 高温会来到27 8度左右 而在我们的东半部 也有23到25度感受上 其实都是相当地舒服 不过在清晨还有入夜之后 温度都还是比较有凉意的 接着带您来看为您整理的山海气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连续假期天气稳定气温回升 相当适合出游 不过各地的日夜温差超过5度 在中南部甚至是会接近到10度 也要参加跨年活动的观众朋友 或者是要去看日出 最好是采取洋葱式的穿搭法 或者是带件保暖的外套会比较好一些 以上是今晚到明天的天气预报 记得再把时间交换给能不能满 再感谢阿巴斯带来的详细迹象资讯